众所周知,高乙香生前一直都是一位温暖而善良的人。 这个阳光的大男孩曾经也深得准岳父的喜爱。 在他离世二十多天时,他的准岳父还发了因斯深深缅怀他,并且配文。 想念这个大男孩。 由此可见,如果没有这一场意外,他们也早就已经成为一家人了。 他的离世不仅带给了他的家人朋友巨大的悲伤,也留给了粉丝们很大的遗憾。 毕竟,有很多路人才刚刚转为他的粉丝,被他所塑造的王力穿着一角色深深打动。 可当他们想要继续支持自己的偶像时,他却飘然飞向了天国。 很多粉丝都纷纷留言,深表遗憾。 但即使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他曾经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些温暖记忆和优秀的影视作品,却永远不会磨灭。 由于他的火化仪式并不对外开放。 因此很多粉丝们都在灵堂外面静默哀思。 而且,在火化仪式结束之后,也有很多的粉丝前往他的墓地祈福。 想要祝自己的偶像在天堂上一切安好。 从粉丝们晒出的照片来看,他所安葬的地方确实是一个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。 还与著名歌后邓丽君为林。 这里确实与那一些脏乱差的墓地不同。 全天24小时都有专人守候。 因此环境整洁。 景色优美。 由于高爸爸和高妈妈想要为他仿照邓丽君的墓园建造一座。 供粉丝们前来悼念。 而墓园在建成之前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 所以他的骨灰被赞放在金宝山的水晶阁当中。 安放高以祥的水晶骨灰和流光溢彩。 美丽非凡。 粉丝纷纷去前程祈福。 当粉丝们前去探望时。 也不禁被水晶阁中的水晶骨灰和所深深吸引了。 这里的水晶骨灰和制造得非常精美。 巧多天宫。 流光溢彩中让人不禁回想起偶像生前的温暖帅气模样。 大家在祈福的同时也深深感慨, 自己的偶像能够被安葬在如此美丽的地方。 大家也都放心了。 阅读更多新闻,好友替高以祥出席活动怎么回事? 高以祥去世为什么还有活动? 高以祥。 中国台湾知名的男演员。 不久前在参加浙江卫视追我吧节目时突发意外离世。 由此引起了外界很大的热议。 近日, 高以祥的好友代替其出席活动。 引起了外界不少的关注。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吧。 好友替高以祥出席活动的原因曝光, 距离一人高以祥在录制节目中意外离世的事情。 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。 告别仪式也在本月一十五日完成。 西齿男儿中化为骨灰和一缕青烟。 长眠于金宝山。 高以祥虽已逝去。 但至有亲朋对他的思念和不舍得余温还未退去。 近日, 上海某宠物店开业。 DJ蒋申伟受邀请代替高以祥出席开业活动。 高以祥生前便就很爱小动物。 所以能够在一些商业活动上。 高以祥被不少宠物企业邀请。 在开业仪式上。 蒋申伟带注黑钞。 一手拿注话筒一手拿注稿件。 此外Inusa还带来了高以祥的九号球衣。 观众一边看住大屏幕上高以祥生前与宠物的合照。 又看住九号球衣。 再听住蒋昆伟的稿子。 场面温馨却也显得悲伤。 让人哽咽落泪。 在致辞中好友说道, 现在他就和我们在一起。 我们将来的生活越快乐。 他看到了一定才越快乐。 因为他总是把身边人的快乐放在第一位。 好友替高以祥出席活动,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。 高以祥定会是开业典礼现场最帅最抢眼的存在。 遗憾他一倒下就再没站起来。 人们也不得不接受他已离去的现实。 如今主办方位品牌挚友仍留了一个位置。 画面更让人心痛。 蒋申伟还提到。 高以祥是自己今生且永恒的兄弟。 感慨他离开隔天刚好是感恩节。 为何上帝不能宽容一点? 并祝福高以祥到了天国以后。 一定要常保持运动。 这样直到去和他相见。 两人还可以一起打球。 据悉。 高以祥与蒋申伟2006年相识。 结缘于一场篮球赛。 不过后来高以祥为了二哥。 开始追求演艺生涯。 而蒋则一直留在美国。 蒋申伟2011年回国后。 高以祥当时以小友名气。 不仅带他回家。 更将他带进自己朋友圈。 现在说再多都已经无法挽回高以祥了。 就让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吧。 同时也希望高以祥在天上能够活得开心幸福。 一切安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